詞曲 詞 feit詞 & Reti 曲 스를 創作人物教宜 詞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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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人問, 中观政界与这个维持的问题 很困惑 这是个大问题 所属思想上东西方文化 几千年来个重大的问题 这道具来介绍一下 维持四个人的观点 就是人类文化经过思想的指导 在西方的理想 大家都知道有维武论 维生论的争辩 如果与所属理想讲 维武维生论以外 很严重的有个维持论 维持的争辩 这些都是明清 就是说 这种争辩 普通只小叫意识形态 实际上人类追求 宇宙生命的根根 究竟是维武变的吗 还是维生变出来的 这个 比如在希腊 两三千年上古 早就要维武论 认为这个宇宙世改的 开始的形成 是谁做的 水动笼了 第一个元素是水 这是维武建杆 那么在印度 也是释迦牟尼湖 以前 任何一个宇宙外有 地水火风 不过最初是水做的 这些唯武观点 让我们强强笑话 西方这首歌很了不起 还不是我们青朝的贾鲍鱼 贾鲍鱼说 女人是水做的 男人是土做的 所以土一见到水就化掉了 哼哼 红楼梦上的话 都带来讲笑话 这首争论了几千年 到达现在的口哨 人类万物 谁有男的 谁有女的 谁有鸡 还是谁有蛋啊 就这样是谁创造的 所以我常说 归于人类文化里面 讲东西方五千年的文化 都很幼稚 没有情绪的 你们作为作义 包括我们 一个人活到 生下来 二十二十岁都在幻想中 不管是有教育没有教育 对于这个宇宙生命究竟怎么来的 那么一二十岁就开始 请讲一点了 求学问 那么现在讲 正在读大学这个该段 二十到三十 是所有人的智慧 请讲 幻想 理想 追求 最高的正干 即使二十到三十 追求的 还不是 生下来 每一个小孩子 你看我们 就两天看到 这七岁 他所想象的 就是他一辈子 很远大 我们也一样 有些不能的 放在里面 从命的 摆在外面 三十二十到三十 虽然受了大小教育 乃至完全没有受教育 只把小的时候幻想的变成现实 那么所有的聪明才智在这个时候在发挥 所以斯盖上的发挥的口秀家 我不是讲现在修口秀的博士嘛 那是修口秀的 口秀家不一定打手出来的 他能够创造东西的 你看统计起来 在实际上 口秀家 口秀家 宗教家 修文家 他真的成功 就是二三十岁 比如口秀发明的人 过了三十五 或者一个运动员 超过了三十几岁都不行了 后来的后八截的人生 不过是把中年这一段的成就拿来回忆 回忆到少年因为了不起 可是到了五六十岁一成长以后呢 评估一样下跌了 所以四个人的宗教这些科学 所有这些学问成就俱作 都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岁 到了五六十岁的 不过是把这个成果记录下来 留在后面 一代一代加上去 孩子二三十岁 所以是该上的政治主张思想 政治意识形态 所以说的理念 口秀的追求都是幼稚的 不成熟的 这就是人类的可悲可怜 看起来 因为我这一生 反正那古人来讲一无所情 多方便 喜欢口秀了就念着口秀了 在说宗教政治什么都搞 搞了把他摸了以后 哈哈一笑 没有一个真正教学问 没有一个真正教学问 要真正说 这个宇宙生命是维吾造的 维星造的 比如西洋在这里的另外 大家都很有名 苏格拉迪 空子同时 西方西兰 那么你譬如说有名的巴拉托 巴拉托在这里 讲一说 对孟子还迟一点点 他提出来 这书家 当然也是古书家 这个人类世界 宇宙是二元论 一半是精神世界 一半是物理世界 所以巴拉托对于人类的世界 这些政治家 修术家 哲学家 懂宗教家一样 看现实的人生 是苦悲的悲哀的 看这个宇宙 看这个世界是悲惨的 灰心的 总想追求另外有个超越于现实的世界 那么 所以巴拉托有他的理想国 等于理想国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的最初的标本 也就是我们中国空子所讲的大同时代 那么实际上究竟能不能有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达到这样 这是政治意识问题 不是我们今天范围以内的 我们讲的是生命宇宙根根的问题 所以讲这个维生 现在我们倒回来 有人提 关于中国境界 中国与我一世的问题 中国大家都知道 有些居士们不知道 中国是个名称 熟稣上的名称 中国有些 很简单的感受 出发将空 空的相對面將有,不空,不有,叫中觀,反正既空既有,非空非有,這個叫中觀。 這怎麼說呢?我們本是釋迦牟尼弗的故事, 在中國來講,有兩千種說法。 一,釋迦牟尼弗比空子矯了,差不多七八十年,百八歲。 二,釋迦牟尼弗、空子都是同一個時代。 三,釋迦牟尼弗比空子矯了五六十歲,這個時代考據的問題。 我們拿古代主觀的,但公文的兩句話來判斷這個案子。 這些三派的說法都釋出有因,查五十句。 講考據說我們只好刺錯有因,查五十句。 都有的理由,這又是所說的,所說上的爭論。 從文夫出生的年代就一直都還在爭論,暫時把它擺一遍。 在福故事以後,他的弟子們七八十年當中一陣風箏好多拍了。 從這裏我們就產生一個觀點,或者人類,任何一個家庭也好,一個團體也好,一個國家也好,沒有辦法不分派。 所以分派啊,就是這個跟這個意見,這個眼神跟這個相同一點,就快自然排列在一起了。 可是一分派了以後,最後的後果都很可憐的。 我在外面常常感受我們的民族,中華民族的過程。 分派系的觀念,比任何民族更嚴重。 中國人在外國,兩個人在一起,有三派意見,就是中國人的特地要命,絕不團結。 尤其在海外的華僑,要打擊的打擊自己人。 這個問題能出生。 所以講到印度也一樣,祖族的風派很嚴重。 副故事也會有。 有些人對這麼遠,副講的一切是空,有些認為一切是用。 這個,譬如現在留下來南川小城副教,中南亞的副教, 跟我們中國的打擊。